我觉得其实这个创作只反映一个创作者 在一个限定的命题里头 在有限的时间里头的一个面貌而已 仅仅只是这一个面貌 我觉得就被这个面貌被大家看见 不管这名次排名靠前还是靠后 我都觉得还是挺开心的 另外我想就是借着刚刚欢叔的那话 再替所有的选手说一下 其实不管年纪大的年纪小的 都是来体验的 没有那么在乎名次 艺术是不分排名的 但是它有高低之别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都是体验 谢谢苏航